崇祯 秦政的王国军 作者 陈吴彤 播讲 夏秋年 第九章 奇异高朝的再起与明王朝的覆灭 第四节 大树已中 混沌眉山 上 崇祯十七年 永昌元年 1644年正月 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渡过黄河 到达山西平阳 明知府张临然投降 二月初八日攻占太原 然后北上 经过两天的激战 于二月二十二日攻占宁武 复杀明总兵周玉吉 刘方亮率领的南路军也于二月从蒲板渡河 沿黄河北岸东进 进入河南淮庆地区 农民军的攻势如掌潮的怒涛 汹涌澎湃 滚滚而来 迅猛地向基辅地区逼近 官军兵败如山倒 明思忠如热锅上的蚂蚁 被弄得焦头烂额 疲于应付 他不甘心明帝国的大厦在自己的手里崩塌 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力图挽狂澜于祭岛 首先 照天下兵马秦王 增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防御力量 明朝在建立之初 就确立重京师 手冲药 石边防的国防思想 京师的防御是其防务的重中之重 然而 由于长期以来军政败坏 五倍废持 到崇祯末年 京师的防务已是七零八落 百孔千疮 一方面 是在崇祯之前 京师长期未曾发生战事 割锚等武器装备长久不用 朽食严重 破损不堪 另一方面 是兵源严重不足 京营禁军有相当部分被派往南方镇压农民起义未归 留在京师的又多细雷弱之兵 其中 稍微强壮一些的京营禁军只有五万 驻扎在城外 老弱残兵五六万 登上城墙负责防御 北京的城墙共有15.4万个城谍 一人要看守好几个城谍 根本照管不过来 有人建议迁发民兵 以弥补兵源之不足 但又担心他们不可靠 万一有人逃跑 会引起连锁反应 后果不堪设想 2月28日 明司宗只得下诏征天下兵秦王 包括征调吴三桂入位京师 但以陈衍为首的阁臣仍然反对调吴三桂入关 3月初一日 昌平守军华变 宣服也在告急 京师形势更加危急 3月初四日 明司宗便兆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 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 季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 凤鲁总兵黄德公为靖南伯 加山东总兵刘泽清至一级 不久捕封为平东伯 3月初六日 又决定放弃宁远 令吴三桂和季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京 同时争唐通刘泽清率兵入位 吴三桂远在宁远 直到三月上旬才带领五千士族和五十万宁远汉民启程 十三日入山海关 未等他赶到京师 京城已被大顺军攻破了 刘泽清则拒不奉照 大略临清南下 远避至江淮一带 只有唐通在三月初七日率八千人到达京师 后被派到居庸关住房 但不几天就投降了大顺军 其次 派遣宦官监视各阵 二三月间 在大顺军的灵力攻势之下 各地的文官武将纷纷投降 京城人心惶惶 继一步加重了明思忠的猜忌心理 于是 他再次派遣亲信的太监吩咐各阵 担任监督防范之责 二月中旬 他一次就派出十名宦官 其中 高企前总监关 纪 宁远 卢维宁总监通 德 林 金 方正化总监真定 保定 布勋总监宣府 王孟碧总监顺德 张德 严思印监视大明 广平 牛文炳监视魏辉 怀庆 杨茂林监视大同 李宗仙监视纪镇中协 张泽民监视纪镇西邪 兵部尚书张继燕提出异议 认为若一时在天内沉十元 不为物力不济 有失体统 亦且视权分撤 大悟疆场 明思忠就是不听 三月初又派太监杜芝智出手居庸官 但是派出的这些太监 后来绝大部分都投降了大顺军 再次下诏罪己 以图挽回人心 为了收拾人心 明思忠在2月13日发布罪己诏 检讨自己继承地位17年来的种种过失 承认胡扣并急 胡指满洲贵族 扣指农民起义军 罪非镇弓 谁任其责 承认使民离风敌 倒水火 使民输除晚宿 居送行击 家父多无义之争 欲争有称代之苦 使民势如玄庆 田足乌来 望烟火而无门 豪气风而绝命 使民日月告凶 汉澜见智 失履所处 立意为央 皆振之过也 至于任大臣而不法 用小臣而不连 言官首属而义不清 武将交诺而功不举 皆振抚欲失疑 诚感未服 诏书表示 将痛加创意 身省素颜 今后将采取措施 惜人才以赔元气 守旧至以惜分销 行不忍之证 以收人心 捐额外之科 以养民力 但赵书仍为家派辩解 声称用兵争想 原非得已 各省执府暗官 要急斥有私 多方劝狱 让百姓赵树争脚 只有善家献好 朦胧私征 及滥伐银行 民部勘命者 才立行拿问 并宣布 草泽豪杰之势 有恢复一郡一役 便分官世袭 功等开疆 即现莫携从之流 能舍逆反正 率众来归 准令赦罪立功 能勤斩闯县 仍与通侯之赏 整篇赵书除了一堆空话套话之外 并没有任何救民于水火的实质措施 因此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明末史学家谭谦曾一针见血的评论说 当其实明末苦于横征 率空言无止时 他认为 躺及捡金碎田租之伴 公月内府 尽出其所有金碧猪玉等 尺寸无少尽 明氏立民已冲路响 诸一二扑克之力 锐意耕屎 而立民不为感动者 为之有也 3月初6日 明思宗又发布一个罪己诏 继续检讨自己在位17年来年年征战 加派日多 贪官污吏 乘机巧取 降落冰礁 莫肯用命 任用非人养毒智溃的罪过 并宣布与民相约 前梁脚响 以行捐免 赴买西行停止 赵书还宣布 除自称罪在不赦外 与伟官伟将有斩渠县城之功 即受侯爵 分别适应赏赖 愿官者一体冲用 不愿官者安插宁家 此时 全国的民心已彻底倒向农民军一边 明思宗想用纸上的甜言蜜语来扭转人心 显然为时已晚 正如谭谦所说的 此诏誓诸二月人参十三日 诏书 一家窃矣 始疑于昨冬 则远近闻之 获为感动 今波闯已夫 获林恶寝 出都城一部 敢怀疑一律 其仇为信之 明思宗心里明白 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 根本无法阻挡大顺军的灵力攻势 况且无三贵的军队调入关内护卫京师 关外的清兵承虚而入 北京也同样难保 南迁之念又不时在心中涌起 正月中旬 督察院左都御使李邦华建议南迁 他同李明锐关系密切 是李明锐出任左中允的推荐者之一 此前 他曾同李明锐面译过南迁之事 他问 皇上南迁与太子南下监国 哪种做法可取 李明锐认为 太子少不更事 如果让他到南京监国 事事都按皇上的照旨办 就没有什么微信 自己独断专行 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 因此 不如皇上自己南迁为妥 但李邦华还是认为让太子南下监国为妥 他在秘书中建议皇上坚守北京以畏九庙 而仿效明成祖让仁宗监国的故事 派遣太子监国陪都南京 我国家并建两京 原以宫时巡 被拘守 皇上吉部南迁 一令太子诸王居旧都 一系天下之望 在召见首府陈衍时 明司宗拿出李邦华的奏书 对他说 献臣言事 陈衍反对南迁 出宫后故意向外透露 引起了严官的竞相抨击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 。 感谢观看